按下房间里的任何一个按钮 都会出现一个盲盒 小到一个牙刷 大到充满整个房间的山丘 不知道是谁把它关在这里 不过不信邪的睡衣男立刻找到了办法 不停地按动一个按钮 我就不信你能准备一房间的同款筷子 自以为卡到半个睡衣男 很快就觉得无聊了 筷子旁边应该就是吃的 混了三天三夜 开出的全是些垃圾 连个吃的都没有 忽然睡衣男眼前一亮 竟然是寿司 但没有酱油的寿司是没有灵魂的 可不论他怎么按都只有寿司 没办法 只能将就着干验了 有的吃总比饿死来得好 然而当他填饱肚子之后 酱油出现了 睡衣男生无可恋 一个三弟眼睛落在了他的身上 他带上一看 对面墙上竟然有个天使 他兴奋地手舞足蹈 出口不就这么出现了吗 然而事实证明他太天真了 机关按下后 身后竟然出现了一个倒计时 他疯狂地想要关闭开关 但根本做不到 睡衣男彻底放弃了 想想这里也不错 想吃就吃想睡就睡 无聊了还有漫画可以看 可没想到五集看完了 竟然直接跳到第七集 就算不是强迫症也受不了啊 可不论怎么找第六集就是不出现 就在睡衣男四处寻找的时候 出口竟然出现了 他赶忙跑向出口 但机关弹起 出口又沉了下去 不过既然出现了 就没有此才攻不破的难题 接下来的时间 睡衣男开始尝试用各种方法 冲进出口 找来绳索套住 可明显速度不够 翻来一个坛子 坛子的重量也不够 接下来就是展示 导博人民智慧的时候了 按下开关 水流同天而降 只要将水灌满坛子就可以了 可降下的水始终落在他的头上 睡衣男用尽了一切姿势 接到的水还不够一泡尿多 终于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用寿司 好容易将毯子装满 大门的按钮是哪一个来着 不管了 随便按一个吧 看着突然出现的小黑 气氛顿时特别尴尬 下一刻 睡衣男彻底崩溃了 发狂地将寿司按到机关上 可并没什么卵用 找来胶带粘住 胶带不行就加铁板 一边贴胶带一边向出口前进 可胶带明显质量不行 胶子都差点给打掉 经过了无数尝试 睡衣男彻底放弃了 然而就在这时 无意间按下一个开关 天花板上竟然掉下来一根绳索 惊喜总是来得这么突然 利用绳索当过去不就可以了 抓住绳索 一个神龙摆尾 这次终于成功上尾 睡衣男兴奋地拉住开关 然而下一刻 千辛万苦怎么也没想到 大门竟然是锁度吧 没想到意外一角 竟然真的将钥匙召唤出来了 这次睡衣男总算学乖了 用手指定住了位置 随后退到了寿司边上 这次总不会错了吧 导国人民的智慧再次启动 这次一定会成功 按下开关 召唤绳索 用踢筷子吸住墙面 然后转身拿到钥匙 脚踩开关 最后一个大板锤 这次终于成功了 可要是插入后 却还是纹丝不动 谁这么缺德 大门上还加把密码锁 没想到小黑又给召唤了出来 可小黑还是没搭理他转身就走 这时的睡衣男突然醒悟 小黑头上的数字不就是密码吗 后次尝试 大门终于打开了 终于离开了那呆死的房间 可尴尬的是 位置不够 睡衣男竟然被卡在了中间 此刻他是多么怀念 当初被关在房间的日子 虽然孤独了一点 好歹有的吃有的玩 现在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 突然睡衣男发现微风吹过 顺着风向随手一拉 出口真的出现了 这下真的自由了 他疯狂的向前冲去 穿过了长长的隧道后才发现 根本没有出口 眼前不过是个更大房间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当你通过不懈的努力 解决掉一个个困难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还有更多的困难等着你 欲望是前进的动力 但也是痛苦的根源 所以躺平才是人生的真谛啊 嗯 そっか 谢谢大家